这个螺丝 第一食物味道 第二 操了也有不难的吃 吃了以后 多喝一食 礼拜净食灯下来都不怕吃了 我们的螺丝就是从一天晚上买过来 这种打鸟你看有这么多东西 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你看到这个打鸟 但是你也吵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味道 这个东西是有几处含量的 螺丝明天早上一刀子卖 卖过以后就要回家跑 跑了以后 我要明天请一所男 举招起五档的摇制衣裳 还在螺丝每个都很干净 整三个情况下就是一天卖个一百多斤 然后如果到分导周末比较多的情况下就是超个 又超个士赖国的时候 又超个五六国的时候 士赖国的情况下就是一二百斤 这个螺丝明天必须得显超 保证这个螺丝的新鲜 如果这个螺丝放了以后 它会变味 没有这种赶炒出来 没钱 我们都是出达之前 还是超 炒好以后 然后再短暂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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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猪专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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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第一步就是想想炒煮红油 炒煮红油以后这螺丝才会好看 这个这个是独酸的配方 就是自己配出来的量 自己焯的 这个螺丝好吃不好吃了就在于我长得连说配料了 你想你这个独酸配方也找不到地方 按照配方不交多少人来血 我不交给他 把多少现也不行 去年有多少人来血 拿着一进的时候他生意不好了 但是人家生意不好不代表俺生意不好 我这个独酸配方可不能歪楼 我这个独酸的食材超出丁地的味道 这才是大家挤住 沙蔔 把葱西倒出锅 需要一个多多日 水 水 水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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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elf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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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喝醉的好吃 哦 这个喝醉的 如果是这样喝醉的话 除外的香味就会好吃 咱这个螺丝一般大的买了快 销了买了快了 两种不一样 打的是肉带进吃住带醉 销了它都是所有味道 一般乱吃的话都喜欢吃成大点的 肉吃出带进去 女生的话都喜欢吃成小点的 没有味道 我现在这个东西上的品种比较多 在坐这吃这个螺丝的话 它就要配出别的东西 我们哪有羊肉串上来配出吃一期 螺丝广所那吃的话 吃个一斤二斤都不中 它都不中了 因为它吃上阴 一直在吃越辣越相识 这东西就是 它就不是丁包的东西 其实它就是锁味的 吃二斤才吃不饱 40块钱啊 买了这是两份螺丝 一份小了 一份大的 其实它家这个螺丝虽然是轮份的啊 20块钱一份咱也挺识会的 它这闷一喝都得有一斤多 真辣 其实它家之前是开椰饰腿的 椰饰腿上是 主要都是买羊肉串 让螺丝 吃这个小螺丝 它为啥配的有鸭筋 其实不用鸭筋 直接这样一洗都可以出来了 但是有人洗不出来就有鸭筋 让它这个螺丝也比较入味 可能它这个配料比较好吧 螺丝也比较新鲜 最主要是它吃了一点都不撑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手指不安定的话 里面可撑 这个大螺丝 还某 肉多多 打来得罪 肉多 但是其实没有销了不感觉好吃 我再对劲 还是销了比较对劲